YouTuber李克太太早期經常邀請前夫John 在頻道露面 逗趣的互動深受觀眾喜愛 沒想到兩人看似幸福的婚姻 卻在2021年底劃下句點 當時雙方對不公堂 場面鬧得十分不愉快 離婚原因也引發揣測 雙方的剩餘財產分配等訴訟 目前仍在審理當中 李克太太為了在訴訟中取得優勢 在沒有經過前夫的同意下 相醫療人員取得了南方的病史、用藥資料等資訊 並將相關資訊提供給法院 然李克太太的舉動 疑似涉嫌違法蒐集 檢方認為李克太太蒐集資料的目的 是為了用作訴訟證據 當初卻聲稱獲取相關資料 是為了幫助前夫 尋找在台灣的醫師使用 此具明顯與當初的目的不符 而且也損害了南方的利益 因此以違反各自法起訴她 不過李克太太稍早發出聲明 強制自己絕無違法蒐集病例 且目前還沒有收到地檢署的相關文件 否認了該項指控